脚下了三个人 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这儿 当然要偷袭一步了 一锁子要打两个可不太妙 最后一打一 把所有子弹装上 可以满了 看来是队友出所 帮忙击倒 兄弟们新赛季玩得怎么样 手机平板分开匹配 你觉得好打了吗 过来支援一下导致的队友 顺着撑墙 跟着队友 向前推进 边边这小子玩顺移 不过队友都在身边 没有太大的问题 感觉这每个队友 都是挺会玩的 围着围墙轻了一圈 也就拿了五个人头 满边队出来 看到一条毛毛虫 听到战车飞子的声音 这是果断抛弃队友了 我还寻思队友怎么下车了 原来有人 打倒响直接冲 但队友有车可以开的 没想到人数居然这么多 虽然团灭 但损失了一名队友 又回到长城附近的木板房 看到房顶有人 打倒就马 干就完了 他封了烟 可以趁机上房顶 队友没干过 又是复仇的一波 剩下我孤家寡人 有其他队友闻着枪声过来了 这个火力太猛了 露不了一点 直接回去 这几人枪法有点东西的 已经绕老大圈跑毒了 但对面就是不给机会 这才被打爆 这里我犯了一个致命失误 就是换位扫射 应该下车打的 对面也是有枪法 有操作的 感觉新载机 手机平板分开匹配 对手是更会玩了 不过还有个体验 就是待机貌似也更多了 只能说光子 是会玩平衡的